想要修持禅定 首先要把心放空 空了之后就成定 要修持禅定 需要把心灵先放空 放空之后就成了定 定之后就衍生为戒 阿弥陀佛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怎么在修行这个禅定 禅定当中 我们在修行当中 第一个就是说 你要把心灵先放空 有空就有定 定就成了戒 有戒以后就会 戒定会当中离不开 心中的修行 心中的修行当中 一定要放空 尤其我们在家居室 可以利用在我们家里的空间的地方 选择一个很清修 空气非常流通的地方 你可以坐下来 心从头到你的底部 坐得很端正 很舒服 乃至于你的空气非常流通 你的心里达到一个很清净的地方 你就会好好的从观想那边去走手 禅中六祖慧能大师在谈经上为我们解释 外部着相叫禅 内部动心叫定 坐禅 内部动心叫坐 坐就是定 金刚经也说 红法立身必须要具备的条件 就是不取于相 如如不动 十方新闻 黄慧如许建议 高雄采访报导 高雄采访报导